我终于找到一个太阳比较逐的角度了 因为从那边过来的时候,那边光是反方向的 然后照着人的时候脸特别特别的肥 就跟那个非洲刚果人一样,在牙手里扛 然后在这个角度更好一些啊,因为这个阳光的话是手中手的 那么,但是也有一些问题,因为我这个帽子基本上也遮了很大的一部分光 因为它比较垂直,现在是正中五十二点左右 然后呢,身后就是这个最牛逼的这个建筑物 我刚才录的很多视频是关于它的 现在我是在这个阶段,稍微解释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呢,应该是索菲亚的这个旅游中心了 旅游中心,非常的安静,旅游客也很少 因为这不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旅游城市 你像巴黎的话,到处都是游客 这边的话还不太多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,这边的话 稀稀疏疏,有一些游客 然后呢,这边的话呢,是一个小镇 小楼,黄色的小楼 和地的地砖是一个颜色的 这个地砖我上次说过了,是非常奇特的 它是用这个石板铺的,让汽车走得到 这是很少见到的这种地方 我估计这个东西应该是禁止行车的 这边是个白楼